英国哈里王子上月意外出现在伦敦一家法院,导致一位王室传记作者声称,哈里王子试图在他的父亲国王查尔斯三世作为君主首次出国访问期间,给他的风头蒙上阴影。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2023年3月27日,周日,苏塞克斯公爵哈里王子出席了他对《每日邮报》和《星期日邮报》的出版商联合报业有限公司提起的隐私诉讼的初步听证会。 听证会将决定是否继续审理这起涉及非法信息收集行为的案件。 哈里王子和其他六名受害者一致控告被告以非法手段侵犯隐私,联合报业有限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寻求撤销此案。 安吉拉,莱文氏,《哈里王子传》和卡米拉,《从契尔到王后》的作者,她在接受英国新闻主持人丹武顿采访时,谈到了哈里王子出席听证会的决定。 她暗示,她的出现是为了击败她的父亲,当时她的父亲正在德国进行她执政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 安吉拉,莱文说,我认为第一件事是她想打败她的父亲,她知道她会上头版。 她抢占了头条同时,也明确向外面发出信息,我才是上头版的那个,这个国家应该由我来统治。 她现在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认为她应该管理皇室。 安吉拉,莱文的这些说法无法得到媒体的独立证实。 由于法国国内动乱,查理三世国王的法国之刑被取消,但德国之刑照常进行。 哈里王子此时返回英国的其他两个潜在原因。 其中一个是试水她的护照,以确定她是否会因过去吸毒而被允许返回美国。 另一个是评估她在英国的影响力,展示她的实力。 当被问及她是否认为哈里王子认为她应该成为国王时, 安吉拉,莱文回答说,我认为她有这样的想法,这是绝对的。 她补充说,我认为她想推翻这个君主制,和梅根,马克尔一起接管王位。 这些言论引起了社会上对哈里王子的争论和议论。 其实,哈里王子的行为很不妥当,因为她作为王室成员应该尊重家族的传统和规则,而不是试图破坏他们。 君主制度是英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王室家族的权威和荣耀,是整个国家的象征。 如果哈里王子真的想要推翻现有的君主制度,这将对英国社会和政治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哈里王子在伦敦法院出现引发了广泛争议,他的行为和言论也让人们重新思考他的地位和角色。 作为王室成员,哈里王子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并且要牢记自己代表着一个历史悠久的王朝。 在未来,他需要更加审慎地考虑自己的行为和言论,以确保与王室的关系保持稳定和健康。 另外一句透露,梅根·马克尔因他的Spotify播客节目Archetypes获得了一个最高奖项,该节目于去年播出,邀请了包括塞雷娜、威廉姆斯、帕利斯、希尔顿和玛利亚,凯利在内的名人嘉宾。 梅根·马克尔因为他播客上的模范工作而获奖,他有理由庆祝一下。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因他的Spotify播客原型获得了格雷西奖,该播客去年播出了第一季。 参加过该播客的嘉宾包括网球名将塞雷娜、威廉、电视明星帕利斯、希尔顿和流行音乐巨星玛利亚、凯利。 Archetypes节目的启动旨在通过梅根与历史学家、专家和经历过被添加标签的女性之间的对话,调查那些真正阻碍女性发展的标签。 这项格雷西奖由女性参与媒体联盟基金会主办,庆祝女性参与媒体的典范节目和个人成就。 梅根在Archewer网站上表达他的获奖感言时说,感谢女性媒体联盟基金会给予的这个崇高的荣誉。 这是我和Archetypes团队共同的成功,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以及每周加入我的鼓舞人心的节目中的嘉宾。 2020年底,梅根和哈里王子与音频流媒体巨头Spotify签署了一项利润丰厚的协议,将主持和制作播客,该协议价值约1800万英镑。 这个播客奖项是梅根在哈里王子出人意料地访问英国期间发布的,哈里在伦敦高等法院接受了最新的法律诉讼。 近三个月前,哈里王子在颇具争议的自传,Spare,被胎,中揭露了他与亲生父亲扎尔斯国王和哥哥威廉王子的不良关系。 哈里王子在英国期间预计不会与他的父亲见面,因为哈里这一周会很忙,尽管查尔斯国王已经被告知他的访问。 哈里这一次对英国的访问受到了外界的猜疑,及他和梅根是否会在六周后的5月6日来到英国,参加他父亲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加冕典礼,但目前还没有消息说他们是否会出席。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据一位王室作家在近日表示,尽管威廉在血统上是第一王位继承人,但凯特会比丈夫威廉更圣人王位。 在新书《杜金的青春》,王室成长的亲密历史中,汤姆·奎因对历代王室成员的童年进行了详细研究。 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冷漠,疏远的王室育儿方式使当代王室成员非常不适合统治现代英国这样的国家。 他告诉媒体,和许多王室女性一样,凯特绝对比他的丈夫更坚强。 汤姆·奎因将凯特与威廉的曾祖母玛丽王后做了比较,并表示凯特是玛丽王后的温情版。 在爱德华八世退位后,玛丽的丈夫,英国前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不得不临危受命继承了王位。 乔治六世生性腼腆害羞,玛丽王后一直被认为是国王背后的主心骨,陪伴丈夫和国家走过了最困难的二战时期,还被希特勒称为欧洲最可怕的女人。 汤姆补充道,人们普遍认为他在二十世纪初拯救了王室。 可以说,英格兰有史以来最好的两位君主都是女性,即伊丽莎白一世和伊丽莎白二世,这绝非巧合。 凯特虽然没有王室血统,但从个性角度来看,她更像是女王传统的继承人。 凯特成为王妃和未来王后的道路也绝非一帆风顺,除了要承受被媒体跟踪,骚扰和曝光的压力之外, 威廉王子也没少让凯特省心。 因为结婚压力,她曾不止一次试图结束与凯特的关系,但凯特都顶住了压力,并最终让威廉看清了她才是王室配偶的最佳人选。 平民出身的凯特,也曾被怀疑是否能够适应和圣人王妃的角色。 一方面,因为她担心她将如何应对王室生活,另一方面是因为皇宫那些传统派的怀疑。 汤姆说,最终,威廉决定娶凯特是因为她拥有她在祖母,以故女王身上认可的许多品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性格和情感成熟度而言,凯特更适合扮演女王的角色。 在这本书中,汤姆讲述了王室上一代人的育儿方式,可以看到,以前的王室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要冷淡得多,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将孩子交给保姆和工作人员抚养,每天只探望孩子半个小时,这导致了父母和孩子之间不健康的距离。 菲利普亲王一直不太理解她的儿子,而查尔斯也害怕她的父亲。 查尔斯无法与父亲建立联系,这塑造了她一生的性格。 查尔斯的性格在随后也导致了她与戴安娜的婚姻悲剧,因为不敢违背父母,查尔斯娶了当时被认为最合适的戴安娜。 母亲戴安娜的过早离世,以及媒体的过度曝光和关注,也给威廉和哈里在成长过程中带来了不可抹灭的冲伤。 哈里从小叛逆,长大后更是出走王室,公开与王室闹掰,大有要用一生治愈童年的趋势。 而身为长子的威廉,虽然没有弟弟这么公开叛逆,但是相比在健全家庭长大的凯特来说,性格上似乎也更加敏感。 这一点在他与凯特认识的初期就可见一般,在圣安德大学求学期间,威廉就差点因为不适应新环境,以及媒体过度关注而考虑辍学, 是当时凯特的支持和开导才让他坚持了下来。 在两人交往期间,威廉也曾用分手来考验凯特。 在两人订婚后的一场采访中,主持人曾暗示凯特和其幸运,能够嫁给千万女孩心目的梦中情人时, 凯特却淡定表示,能够娶到我才是他的幸运,现在看来凯特这番话还真的是所言不虚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